第五百八十六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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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个脊椎骨似乎是由一种破体而出支撑天空的趋势 无论什么汹涌的元气涌了过来 他都是一手撑住 天界大军的主帅遭到攻击 许多虚仙真仙发动大仙术轰击过来 但是方寒身体不动 随意行走 如同天君行走人间 那些大仙术在他的头顶上 就是无法降落下来 被一股巨大的柱子给支撑住 最后纷纷溃散 这就是晴天柱的力量 炼成晴天柱 居然使得我足足击杀了二十头神仙才成功 那以后还需要多少尊神仙 我原来以为只需要三十三头神仙就可以了 但是现在恐怕三百三十头神仙都不够啊 方寒虽然炼制成了晴天柱 力量再次增加 但对于这件法宝的炼制 却是越来越不乐观 他自己也不知道 在法宝最后晋升的时候 需要多少仙道法则 用途不一样的三十三天至宝 晋升仙气 所需要的仙道法则 也不一样 方寒在天界大军之中杀戮着 掠夺着 好像名神降临 收割着生命 他从东到西 从南到北 不知道多少虚仙真仙 死在了他的手上 都被纷纷化为圣迹之力 积攒起来 碰到厉害人物之后 施展出天元一击 现在的方寒 没有任何神仙 能够抵挡得住他的一击 只有玄仙 仙人三重领悟 玄之又玄妙境的人 才能够抵挡得住他的杀招 不过 仍旧要被击败 三世三天至宝 已经炼成的周天仪 龙天拙 画天甲 残天图 镇天环 通天桥 封天锁 头天爪 道天梯 擎天柱 十件仙气 差不多是三分之一 都已经炼制成功 也渐渐显现出了这传说之中造化神器的威力来 到了现在 方寒可是真真正正的可以跨越境界 进行挑战 神仙可是根本不可能战胜玄仙的 一个境界 难以逾越 但是方寒现在 不但可以战胜玄仙 甚至可以击杀 炼化玄仙 而且 他的修为 已经到达了神仙巅峰大圆满的境界 体内的本命宇宙 缓缓运转 神仙法则 位居中央 已经隐隐约约 画成类似于玄品之门的品字型图案 这是要领悟玄之又玄妙的开端 方寒已经能够通过道天梯 汲取仙界的原始之气 修为 自然是可以再度提升 不过 这种提升 依旧是十分的缓慢 要晋升到达玄前境界 必须要很大的一场震动 天界大军 无数神仙 我要全部一一击杀 他不停地杀戮 又有三四尊神仙大人物 化为了血物 被他吸收 打入了一箭大锤之中 那大锤 行似上古战锤 九半文理 稍微一震荡 连天都跟着共振起来 在又是三十三天至宝之中 一件偏重于力量型的宝贝 震天锤 一旦炼成 和晴天柱 有着一举同工之妙用 不过 这件法宝 如果要晋升为仙气 也是需要杀死更多的神仙才可以的 就在他奋力搏杀 把一件又一件的三十三天至宝化成仙气的时候 在无极大世界中 惊人的变化正在发生着 无极大世界的所有本源 物质 都化为了一寸大人物的分身 这寸大人物化成之后 静坐不动 许许多多的太古道门 大世界实力 全部去朝拜 那些在神族大节制中 得到了先父传承的人物 也纷纷向这个大人物靠拢 神舟门 中央大世界 天王大世界 风神大世界 等巨无霸的势力 每一个人都怀着崇敬的神色 向金光中央去朝圣 那无极大世界所恋化的人物 是真正的天界大人物 修为通天彻地 无量无边 无极浩瀚 没有人能够形容他的神童有多么广大 所惠的神通 就算是把大千世界 遂为微臣 都难以计算 许许多多的神仙高手 都是从天界降临下来的 守护在金光外面 让那些古乐道门 一个又一个的进去朝拜 这些神仙高手 也都是从天界降临下来的 成千上百 每个人的脸上 都带着趾高气扬的神色 中央大世界 不是号称可以媲美仙界吗 现在看来啊 真的是牛皮吹破天咯 天界随意一个大势力 拔下一根毛来 都比中央大世界 又厉害得多 你瞅瞅 你看看 那一六神仙 一群一群的 好像奴仆一般 什么时候 神仙都变得这么不值钱了 嘿 别乱说 中央大世界厉害 是因为牧野家族 在仙界 牧野家族 也是一个巨无霸的势力 也是受到天军的扶持的 哼 传说之中 那战王天军 不过是个新晋的天军 远远不能够和灾难天军 这种过了一个混沌的天军媲美 我们哪 是没有缘分 见到那尊大人物了 这次神族大劫 千界的大军 才是主力啊 无数的远古道门弟子 议论纷纷 虽然神族大劫降临 但是 现在 他们进入了无极大世界 大人物所化的金光之中 立刻就安详 宁静 像是受到了祖先的庇护一样 心里不由自主的 对那尊大人物 产生的尊敬 宋远山 李毅 王宇坤 钟振阳 你们四个出来 灾难圣人 要见你们 就在远古道门 各大世界齐聚的时候 足足有上百位神仙巅峰的强者 和一尊身上荡漾着玄妙气息 好像是玄仙的无上人物 突然大喝了一声 啊 那个大人物 最先要见的 居然是这四个 得到了菩提 婆君 圣者 都罗仙府传承的人 看来啊 这四个人 的确是有大器缘 不知道大人物见他们 会给他们什么好处 许多人看到的大人物 最先要见的四个人的名字 都是纷纷羡慕 嫉妒 哈哈哈哈 灾难圣人 居然最先要见我们 四道强横的神光飞射了出来 在金光深处 化为了四个年轻人 这四人 个个都深藏不露 全身的气息 如海如玉 每一个人的体内 都蕴含着神秘的宇宙时空 上古先孙的气息 从他们身体上透露出来 他们相互之间 神念交缠 暗中商量着 随着那些天界降临下来的神仙带领 走了金光核心深处 我们得到了四大仙府的传承 潜力巨大 是有大气韵的拥有者 圣者要见我们 也是理所当然 王兄啊 你的圣者仙府中 储存有大量的原始之气 还有玄仙遗留下来的庞大法则 你炼化之后 突破玄仙境界 也是为时不远了吧 我随时都可以突破玄仙境界 哼 那混沌之子突破玄仙 还被方寒击败 重伤飞升 简直是废物一个 还是号称 得到了混沌宝库的人 还这么垃圾 简直是丢我们神州门的脸面 以前他是我神州门第一天才 现在飞升仙界之后 就沦为小鲁鲁鲁鲁 得到了圣者仙府的一尊高手 冷笑连连 等见过灾难圣人之后 哼 我就擒拿那方寒 来让混沌之子知道 他是真正的废物 方寒可不是一般的强 王兄 你可要小心哪 得到菩提仙府的宋远山 在方寒面前神气了一下 差点被打得生死盗销 现在他虽然强烈地想报仇 但却也知道 要杀死方寒 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灾难圣人就在前面 你们保持肃穆 一尊强大的悬仙飞了过来 冷冷扫射了死人一眼 死人心中一灵 立刻停止了神念的交流 时空逆转 来到了一座金色殿堂 真金王座下面 那真金王座高达数十万丈 在王座之上端坐着一个人 这人看见死人进来 形体和王座渐渐缩小 但是星光却是越来越浓烈 最后化为了一团金色的形体 让人看清楚面目和衣服 整个无极大世界 已经凭空消失 化为了他的形体 他举手投足之间 根本不用压抑力量 就可以彻底的爆发出来 四个人灵魂深处都发出了战力 直到眼前的这个大人物 随一口气就能够把自己吹成灰烬 你们四人不要害怕 都是大气运的传承者 得到了古老的仙福 那大人物灾难圣人终于开口了 传闻之中 这个大人物是灾难天君的儿子 不过 此时此刻 四个人都不敢多问 只能够匍匐在地面 静静地听着这位大人物说话 你们在这次神族大劫之中 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天界会奖励你们 等你们飞升之后 都会得到极大的权柄 不会埋没 你们的天才 可以继续在天界 绽放光彩 多谢咱们圣人 四个人用颤抖的语气道 那大人物点点头 突然把手一挥 四到金光 飞临到了他们的头顶上 伟岸的力量狂涌而下 四个人突然一下 不由自主地站立了起来 悬浮在空中 庞大的菩提 破军 圣者 都罗仙佛 都融入了自己的本命宇宙中 一股旋之又旋的气息 还有海量的原始之气 再次打入了四人的体内 四人仰天发出了呐喊 突然 那王宇坤 首先一阵 居然突破到达了悬浅的境界 一股悬庙之气 和头顶上的仙界之门结合 化成了众庙之门 砰砰砰 紧接着 另外三人 也分别到达极限 突破了悬浅 成就无上大道 实力提升了数十倍 甚至百倍 这都是大人物的力量 使得他们的仙府融化 彻底炼化 海量的原始之气催化 终于使得他们蜕变 走出艰难而又至高的一步 多谢圣人 灾难圣人 天地至高 无敌世间 四人心中大喜 竭力稳定自身的悬浅法则 手握拳头 力量油然而生 我已经施展密法 改动了你们身上的天道规则 所以 天界的接引之力 在十日之内 无法对你们造成任何影响 你们可以动用全部的力量 帮助我做一件事情 那大人物说道 什么事情 请灾难圣人吩咐 四大高手立刻道 杀了方寒 或者是活捉他 这大人物把手一挥 一股图像出现在空中 上面显现出了方寒 在天界大军之中 神出鬼没的 斩杀着无数神仙 一尊尊的天界大统领 在他手上陨落 成为他的力量源泉 方寒 四尊高手 力量极强 现在 个个杜翔和方寒 决一死战 时间是心灵不间断的碎片 本来没有概念 大人物突然说道 把手一挥 一个汪罩 罩住了四人 你们刚刚晋升玄千 道则不稳 不过 我催动无上仙术 你们在其中修行十个刹那 就是一百万年 残悟玄妙 再出来击杀方寒 在这个过程中 我传送你们 无上大道 大人物使用了近乎于自然造化的手段 仅仅在十个刹那之间 就修行的百万年 参悟玄妙 他更是给四个得到仙府传承的天才 打入了大道的烙印 对于玄千法则的运转 甚至一些打罗争议的玄傲道理 许许多多的上古功法 来自天际的杀招 也都传授给了四人 四人的脸上 显现出了明雾的神光 他们的身体 凭空悬浮 法力流动和道运结合在一起 没有丝毫烟火之气 妙之又妙 悬之又悬 一些灰黑色的杂质 从毛孔之中流淌出来 整个人的身体和方寒的无暇之身 有着一些相似 这四个人 战力再次得到极大的提升 苦修百万年的岁月 加上大人物的传授功法 机缘身后 随意震荡身体 都可以散发出震天汉地的爆发力来 他们得到的仙府和身体完全融合 每一个人此时此刻的战斗力 都超越了一般的玄仙 是玄仙中的天才 佼佼者 亲朋好友 您刚才收听的是 梦入神机的长天玄幻小说 永生第586集 是由陈颂无声为您播讲的 欢迎您继续收听